李小俊 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 那我们新公司的老板 男的还是女的呢 男的 女的 什么呀 到底男的还是女的 他 他 他们是夫妻店 这个老板跟老板娘合开的一家投资公司 既然咱们是夫妻的事情 快被人家发现了 还不如有一个人主动地离开 我申请外调 你到哪儿去啊 你对我们那个项目客户 卓然公司还有印象吗 你说我要是过去了呢 我还可以替我们骑士公司 申请一些专项资金 真的 那太好了 老婆 那这么说 你是答应了 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 你找我老板干什么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 这事你就别参与了行不行 你这要冒然来找他有什么用啊 你赶紧先回去吧 豪华酒店 两千块 老板怎么说的呀 不 我 我现在头还疼呢我 老婆 老婆 你干嘛呢在这儿 你怎么回来的 我骑车回来的呀 骑车 对啊 那你车呢 车 我骑到半路上坏了 那个我拿去修了 修车 是你们老板陪你去的吗 不是 你怎么了呀 你到底在哪家公司上班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在卓然公司上班啊 谁的卓然公司 不是 你怎么了 你今天还穿成这个样子 你去哪儿了 怎么变得这么奇怪 是我奇怪还是你奇怪 我一直问你公司老板是谁 你从来都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我在最后问你一次 你们公司老板到底是谁 我替你回答 卓然公司 就是沈兰卓的公司 你怎么知道的 你要不想别人知道 你藏好一点 不 那我去他们那儿上班 还不都是为了我们的工作 为了你 为了解除我们的隐婚危机吗 我没有做其他的 也不是你想的那些问题 我想的什么问题 你去他们那儿上班 你说加班就加班 你说几点回来就几点回来 我问过你吗 我怀疑过你吗 你半夜喝酒喝醉也回来 我说过你吗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 我骗你 我骗你什么了呀 我实话告诉你 我刚才亲眼看见你拿着 沈兰卓的车钥匙 开车从我面前经过 你说你骑车回来了 你是不是在骗我 不 老婆 我可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了 你要没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为什么心虚 为什么不敢说实话 你个骗子 可可 怎么回事啊 可可 小俊怎么回事啊 吵架呢 李小俊哪 是不是你跟那个女人的事情 可可知道了 哪个女人啊 也就是那个女人哪 妈 你别在这儿添油加醋了行不行 我跟可可本来就说不清楚 你这孩子你 我就早知道有这一天 你知道有这天你还这样 我跟你说李小俊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可可回来了 可可怎么了 可可 可可 怎么了 有什么事跟爸爸说呀 是不是跟小俊吵架了 这是怎么了 李小俊呢 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能到那个女人那儿去上班啊 如果换做我是王可可 我告诉你 我一巴掌我抽死你 你 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呢 你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李小俊 妈 我这不是避免隐婚吗 这当初是不是你跟我说的呀 是避免隐婚呢 那我也没让你去那个女人那儿上班啊 小俊呢 那种女人我们粘不起的 那你说这是我工作 我怎么办 别跟我提工作 工作他还送你高档衬衫 工作你到医院陪他一夜 工作还到酒店里陪着他 这是工作吗 李小俊呢 你这个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呀 我 天哪 我真没想到啊 我李美琴的儿子李小俊 你居然出轨 好一个李小俊 你居然被你可可干出这种事呢 你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 我 你别叫我爸 我现在不相信你的话 美琴 你跟我说 他到底把我们家可可怎么了 对对对 老王你得听我解释啊 这事啊他全怪我 都是我的错 你明白吗 我跟你说当初啊 我对可可太苛刻了 所以啊 让他们这孩子们 一开始大局就不好了 这 这跟你没关系 我就想问问李小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爸 爸我 我 我什么都没有做 李小俊 你 你 你都这样了 我跟你说老王 就是跟那个送他的那个女老板 女老板 嗯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在小区看到一个女老板 开着豪车进你上班是不是那个 什么 还接了 李小俊哪 爸 这又送又接的 这女的都倒到我们小区楼下来了 哎呦 我李美琴这么挨面子 你说你 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啊 我李小俊哪 这 妈真的没有 什么没有啊 你是不是看着人家女的有跑车 就把我们家可可忘了 你当初结婚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你就是这样想 来证明理照顾我们家可可啊 不是 爸你能不能听我解释啊 哎呀 你还解释个屁呀 你这会儿了你还要解释什么 你还不承认 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啊 就是赶紧的去跟可可去道歉啊 去跟可可解释 走走走走 赶紧否认你 走 老王啊 那个 我跟你说啊 这件事情 真的 真的对不起了 这都怪我呀 这是我教育孩子 他不到位呀 我跟 这个事跟你没关系 我说李小俊 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就说 我相信我王天国的眼睛 是是是 小俊是不错的 是个好姑爷 我放心把可可交到手上 可是现在怎么样呢 他要不太失望了 他今天干出这种事啊 是啊 可是老王啊 你看在他们这么多年的份上 是吧 能不能给孩子一次机会 给小俊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让他好好去跟可可解释解释 把事情说清楚了 是吧 我保证 小俊不会再犯第二次了 如果有第二次的话 我 我李美琴第一个饶不了下 行吗 可可 可可 你把门打开行不行啊 可可 开门啊 可可 爸 小俊 你说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啊 当初我把可可送到你手上 是想让你照顾他一辈子 可是你现在做得怎么样 我跟你说 你妈妈 在这件事上非常自责 她一直跟我说 说没有把你教育好 婚姻的路是很长的 我和你妈妈在这方面都是失败者 所以我们就希望你们俩 不要走我们的路了 爸 我对不起你们 这个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唯一的希望 就希望你们俩过得幸福 过得美好 你知道吗 我知道 爸 可是你们真的误会我了 误会误会 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跟你说 今天可可啊 不会回去的 你先回去吧 去吧 我再看吧 因为我那些人都没有记住 人都没有信任 那你也都没有信任 我 才不会离开 你 sambo 我相信你 很好的 我相信你 都没有信任 自己 却说不出来 心还在期待 却说不出来 小俊 可可呢 可可昨天晚上在她爸那里 走 跟我走 干吗去啊 跟可可道歉去啊 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可可也没理我 那就更得去了 走 小俊 不去 你为什么不去 难道你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事情发展成这个样子 难道你一点错都没有吗 我是有错 但是跟那个女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跟那个女人没关系 跟我有关系 是吗 是妈妈没有尽到一个 做母亲的职责 没有教育好你 是我的错 对吗 妈 你别这么说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为什么要撒谎 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你 小俊啊 你从小到大 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就是什么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 并不是完全都是完美的 知道吗 每个人都会有错 你不能说 就因为善良 你就不会拒绝了 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妈 我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呀 可是事情现在已经这样了 怎么办呢 就要面对就要去解决呀 妈 小俊啊 事情发生以后 妈妈一直在做自我检讨 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没有教好你 小俊啊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就要学会付出 学会牺牲 这样 你才能留住最重要的事情 和最重要的人 可可 吃早饭了 爸爸给你奶最爱吃的素菜包子 我不吃 老汪 美琪来了 可可醒了吗 我去跟她说两句 可可呀 还在生气呢 可可呀 妈妈都懂 这林小俊呢 真的不是东西 但是你放心 我和你爸爸都商量好了 这次啊 我们坚决站在你的这一边 一定让李小俊给你一个交代 好吗 我是真的被人给打败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妈妈知道 妈妈知道 好 小俊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现在是劝不了了 昨天可可哭了一宿啊 眼睛都哭住了 你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爸 我真的是为了可可好 要不也不可能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呀 你的意思是为了可可撒谎 不是 你说这话谁相信呢 你这么做啊 我跟你讲 就是没有事 人家弄成有事了 你就应该实话实说 说假话还想让人家原谅你啊 其实他要是说实话 我根本就不会怀疑他 可是他真的撒谎 你这样让我以后还怎么相信他 是啊 真是太可气了 可是啊 小俊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你再给他一次机会 原谅他一回好不好 妈妈保证 我每天帮你看着他 让他再也不犯错了 行吗 没有用的 看不住的 他们天天在一起上班 待在一起的时间比我们都长 那怎么办 小俊 你们俩现在婚姻遇到了问题 遇到了问题 就要抓了问题的重点 就算可可原谅你的撒谎 你也应该表明你的态度 你知道吗 我表明什么态度吧 婚姻的态度 你现在应该赶紧地向可可 承认错误 你懂吗 董事长 签字 这些账目都是我们要付出去的账 您看一下 要是没有问题的话 就在这儿签字 这密密麻麻的数字 这都是什么呀 这个和这个什么地方 这是支出费用 这是我们的预算成本 支出 不就是成本吗 那这里这里 这都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需要付的款 这全都付出去 公司不没钱了吗 可是这几家公司 按照我们的合约需要付出去了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谢谢 行 喂 喂 喂 大程 我快崩溃了怎么办啊 怎么了 公司的账目 密密麻麻全都是数字 我根本就看不懂 隔行如隔山呢 你从媒体经营转行做老板 是需要时间学习的 你说我以前买点奢侈品吧 就算钱挺多的 起码我看见东西了 现在呢 什么都没看见 随便签个字 那账上的钱 画了画了全没了 我觉得好喜欢啊 买自己的东西 跟投资做项目 本来就是两个概念 我不知道做个项目 原来这么花钱 照这个速度 五百万很快就没了 你已经把媒体语论做出来了 齐志祥对这个项目十分满意 我们现在就要趁着这股劲 把项目确实落实下去 你就放心签字吧 不会有事的 好 那我就听你的了 一切照我们的计划形式 签吧 好 好 你怎么回来了 老板不发发我是不会让你回来的 你好好在专业公司待着 我们这儿啊你就别惦记了 袁经理 我要辞职 辞职 离职 李小军不想在您的公司上班 我还能理解 但是您说他要离职 是不是他在您公司的时候 您对他做了什么 还是说了些什么呀 您还好意思问我 你把项目都飞到你女朋友那儿了 李小军是一个外派员工 我怎么能留住他呢 我明确地告诉你 李小军不能辞职 那我也明确地告诉您 本公司财务部只属集团管辖 财务部的人要离职 要经过集团审批 一旦走了这个程序 我也帮不上您的忙 你是不是觉得老齐给你吃了定心丸 我都说的话就不管用啊 我特别愿意帮您的忙 可是我说了 财务部的人事 不在总经理的管辖以内 就算我帮您的忙吧 那您能不能也帮我们一个忙 能尽快地把 项目的投资款 打到我们账上 李小军的问题不解决 咱俩的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一虎一粤 都能让我脑衣服 竹然公司还没有和成果公司签合同 你说沈董没有再跟进项目 他是不是为了谨慎 想等项目往前推一步 再签合同 项目都已经进展到这个程度了 还等什么 公司的钱已经复光了 目前没有任何进账 大成 齐志强那边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应该不会 担心审判处居然拿 李小军的事情要钱了 他凭什么呀 他希望李小军留在公司里头 那要是李小军非想辞职怎么办 大成 这个沈兰哲不会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吧 在发布会上 齐志强明确表示 除了这个项目之外 他希望跟我们有更长远的规划跟合作 我和大成看看 这个沈兰哲 到底有什么能耐 可以推翻他老板的职业 反正 他们要是再不把资金打过来 我这边是撑不住了 成果公司的项目已经启动了 我们为什么迟迟的还没有签约 你是特别欣赏这个女人吗 你说你看中这个项目的执情人 你指的是程大成 还是程大成的女人 蓝卓 你想到哪里去了 你想得太狭隘了 我狭隘 你一直在催我签约 你有考虑过我的难处吗 难处你有什么难处 人家已经一约把预付款EBB打进来了 我们这边却实实地没有动静 为什么 难道说是与李小骏离开公司有关 你怎么知道 你不要管我怎么知道的 我只关心项目的运作 游艇项目一发布 表面上看 骑士公司就跟我们的项目没有任何关系 李小骏离开也属于正常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那我就不明白了 这与成果公司签约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和骑士公司合作 但是我们却要跟骑士公司的总经理 程大成合作 我们跟骑士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 连我都搞不清楚 有什么搞不清楚 这个很清楚啊 程大成愿意把自己的项目 交给李诚古代为执行 他本人还是这个项目的实际负责人 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合作 没有任何改变 你一直在问这件事情 到底是什么意思 程大成是非得让他女人抛头露面 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吗 蓝佐 程大成愿意让李诚果果抛头露面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这边 我看没有任何一点问题 其实我还很希望 你能够跟李诚果果一样 独当一面 把事情干得漂漂亮亮的 他一个做媒体的 到处忽悠我 他转号搞不清楚 就是过来骗我们的钱 你还让我跟他一样 蓝佐 你们同为女人 我深深地认为 你们两个人 只要努力的 都可以在这个社会上 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来 你对他评价很高啊 你对他评价很高啊 我是救世论事 这就是声势浩大 杨明要做亚洲第一游艇会的 成果公司 原来是沈董啊 这么大一个项目 李诚总经理怎么会在公司呢 没有出去谈投资吗 您和齐董在发布会上 当众承诺会投资我们 我们干吗找其他投资商啊 是哦 我们是承诺要投资 可没说什么时候投吧 今天沈董来有何贵干啊 我就是来看看 这么小的一个公司 值不值得 我出这么大的手笔啊 我明白了 那就是说您是来试茶的 好 早点喝杯咖啡吧 咖啡就不必了 我来只是告诉你一件事 别以为我们家老齐欣赏你 你就高兴得得意忘形 沈总 我相信齐董看重的是 我们这个项目 跟我个人没有关系 不过今天你来了也好 顺便 我们把这个打款的时间 给确定一下吧 催款啊 那我得好好想想吧 想呢 就别想了 合同我已经提他好了 你在上面还是签字吧 不然我担心齐董过问的时候 我不好交代他 在你眼里是只有齐董吗 那你眼里是不是就没有齐董了 你什么意思 我是觉得呢 做人要时刻掂量自己的分量 不要胡假胡为 说不定你不够是人家一件衣服 你说什么呢你 我是警告你 破坏别人家庭 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去吧 今天这个沈澜卓来找过我 我让她把合同签了 她不但不签 还说了一堆废话 你说这个抗男人上位的女的 她有什么好抽险配的 你就等着瞧吧 等我们把项目做成 我们比你更有欠 你到底跟沈澜卓说了什么 我当然不能说 我骂她好几句 把她给气跑了 亲爱的 亲爱的 优雅 大气 与实淡定 你激怒了沈澜卓 除了解气满足了自己的情绪之外 没有其他的用意吗 我错了 你再让我们付给合作方的收据 去找齐志强 尽量争取 让她在月底前打款 否则的话 我们还要付利息 你懂吗 齐董 我们希望尽快把合同签了 然后能在月底前收到投资款 以便项目能够顺利地进行 郭伯小姐 关于项目上的事情 你最好直接找沈董谈 因为我答应过她 关于项目上的事情 我不过问也不干预 您不过问 那如果沈总她不签合同 您也不会问呢 她应该不会不签的 什么叫应该不会啊 您知不知道 为什么至今合同都没签 那都是因为一个男人 什么人啊 沈总 果果呢 有的时候不太会说话 如果他有什么得罪沈总的地方 还请您见谅 你们家果果不是很能干的吗 我看你后续的资金 不需要了吧 您这话什么意思 这么聪明的程总 会不知道我说话的意思吗 那我就百年地告诉你 我不投了 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 沈总在开玩笑吧 我想开玩笑吗 当初双方说好 只要这个项目启动了 沈总就跟投了 您现在只打算片面毁约 说话不算话 想我投 想我投 那就要看李小俊怎么决定了 李晨果果找你干吗 难道 你们还有私事啊 我们之间除了公司能有什么私事 人家跑来问我 问我 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动静 我都不想 安卓 如果你这碰到什么问题 你可以来问我 你是对我不放心 还是不相信我的能力 卓然公司是你的公司 资金也已经打给你了 所以我希望 你不但要对公司负责 也要对自己负责 你不就是看 我没把这个钱付出去吗 我可以付啊 马上就付 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付钱的事情 我们是要履行承诺 因为我已经答应过陈总 只要他们把项目启动起来 我们立刻就跟进 否则我就在这个行业里 失去了信用 信用 你投资项目 是信用重要呢 还是赚钱重要 没有信用 如何能赚到钱 你敢说你从来没有 识过言吗 有 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我犯过错 我识过言 我把人害得很惨 所以这些年我在商场上 我给我自己下了一刀死命令 只要我承诺过的 我就一定会做到 所以你就用你曾经犯下错误 来教育我 我没有教育你 我是希望你不要走我的老路 你口口声声说这个项目是为我做的 可你却一直在维护你所谓的承诺 那我在这个项目里面算什么呀 我是你生意上的一个棋子吗 安卓 我希望你能够准确地 找到你自己的位置 我就是给你看钱 为你付钱的傀儡 如果我给你钱 你就能成功的 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很多钱 可那样有什么意义呢 我要你去学的是做生意的本事 否则你就算有再多的钱 你也会花完 那是害你 说了半天 还是在说钱 你以为我在旗下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钱吗 我想要什么你不知道吗 我能给你的 我全都可以给你 我不能给你的 我早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 你不能给我一个 名正言顺的齐太太 你不能让我成为这里的女主人 你不能给我一个女人 应该有的安慰 你不能给一个男人 应该给我的关怀 你什么都不能给我 除了钱 我承诺过我的妻子 这辈子 我不再婚 你 况且你我年纪差距大 我不奢望我们之间 会有什么感情 你不是不想 只是不想和我 我一直希望 你能够走出过去的阴影 你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 一个爱你的人 他也值得你爱 我真的不反对 我希望你能够找到的幸福 是和一个单身男人一起创业 从李小军出现 到他现在离开公司 你的情绪一直跟着李小军在活动 你别说错了 你说错了 你对李小军做了什么 你自己也应该很清楚 李小军是个已婚人士 这你也应该知道 所以我不希望 你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你怎么办 喂 刘大主编 好久都不联系了 都这么说了 你还叫我郭总郭总 讨厌 我都成了网络红人了 是 我最近做这个项目 确实比较火 比较热 成为媒体红人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负面新闻 都疯了吧 说李晨果果是你骗子 别说我们程果公司是空壳公司 开发布会就是为了骗取投资 同行 看你是同行 想黑我们 遭同行排挤这不是件好事吗 还好事呢 我在网上都被人要搜索了 想当初都是我帮客户黑人家 现在倒好 自己中枪了 这说明了这个市场越来越大 项目前景大好 同行竞争越来越激烈 这也说明我们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了 这有什么不好的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继续被人黑吗 我可是媒体明远 我受不了这种感觉的 喂 网上铺天盖地都是你的新闻 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解释什么啊 看来李晨董事长这把交易做不久了吧 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注入小的资金 迅速启动项目 骗取投资人的金钱 对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吧 没错 这话就是我说的 自己黑自己啊 你别忘了我以前是做什么的 是啊 一个做媒体的 现在做投资 所以我说你的交易做不久呢 就算做不了几天 我也会等这个项目做完 大家再见 以为自己是谁呀 亲爱的 我希望你做个优雅 大旗 处编不禁的女老板 但凡有危机 那就是转机 为什么不试着反向操作 抓住眼球 把负面的新闻变成证明的呢 我知道了 你说的是危机公关 不要忘了 把齐志强扯进来